大家好,歡迎收看客新聞 我是品鈞 今天要帶來看的新聞是 融資大減肥,12檔籌碼穩 原本看好上工萬八的 結果因為通膨、升息、美元指數大漲 還有變種病毒的清醒 讓台股上週就經歷了黑色星期五 散戶們嚇到光是一天的融資就大減了將近46億元 而融資大減肥之外 其實有助於這個短期的幅額做一個清洗 若是融券持續上升的話 就有助於這個軋空行情出現 但根據統計 上週融資大減3000張以上的個股 就有航空雙雄還有大同、群創、陽明等個股 其中長榮行的融資大減了21000多張 而融券則是放空大增了6000多張 還有開發金也是資減券增的 這些都可以注意一下囉 加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 大家還想知道什麼呢?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客新聞我們下回再見,掰掰 掰掰